你突然出現就像苦力怕帶給我驚喜 雖然早知道會受傷我還是願你和你 直到最後我們熱來熱迷失自己 今天我要在兩個小時內做出一首抖音神曲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抖音神曲的話 就是啊 我們要在這兩個小時內完全完成編曲 寫歌 寫詞 錄音 回內音跟母答 對了如果你想知道成品如何的話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我只能說這首歌一定會成為 所有小學生的傳輸對決卡點模板 然後你可能會問我說這個意義在哪裡 所以這是我如何在兩小時內做出一首抖音神曲的故事 我只能說這首抖音神曲的故事 我只能說這首抖音神曲的故事 嗨 我是蘇伊粉 在這支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看到這個影片標題會覺得 你一定是覺得抖音神曲很好聽 所以你才要做一首 沒有 我覺得這世界上任何一首抖音神曲都是 電子漏洒 首先第一點 這種東西完全沒有基數價值 第二點 這種東西從一開始就不好聽 第三點 你知道喜歡這種東西的都是誰嗎 沒有錯 小學生 所以為了證明這種抖音神曲很好做出 我決定在兩個小時內寫出一首抖音神曲 所以就讓我們直接開始吧 OK 所以現在樓上在施工 所以可能有一點吵 等我一下 SHUT THE FUCK UP 所以在寫歌之前 我們要先有個歌名 那麼 我們想出這個歌名的方式也是 蠻奇葩的 等一下他們那個歌裡面都有那個苦 中國人能吃苦 對對對 能吃苦啊 中國人 所以我們先從歌曲名開始想 你有什麼想法 你知道他們都從那個苦開始 苦力怕 所以這個是我們怎麼取這首歌的名字的過程 這首歌就叫做苦力怕了 那麼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基本上所有抖音歌的和弦進行都是6415 如果你不知道6415是什麼的話 我來示範一下 所以我先在我的烏克麗麗上面 彈6415這個和弦 我覺得台灣RMB的故事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從愛情故事下面囉嗦 所以我們只要把苦力怕拿到愛情之下 所以我們就 我們來描述一下 就是 嘿 你是我的苦力怕 你 久後 就這樣騙誰吧 哈哈哈哈 靠腰 Speed up之後沒有人聽得出來 OKOK我們就寫那種 突破點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邏輯的 那對對然後我們再帶入那個雪的技巧 唱的夠譜 然後Speed up之後沒有人聽得出來 MumbleRAM再加上 對對對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段本來是要放我們那天錄的VOC 但是我好像不小心把檔案弄丟了 所以你必須聽我解釋我會怎麼把這首歌做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我拿了一些鋼琴 然後我把這些鋼琴組成了一個Sample 聽起來像這個樣子 所以整個前奏聽起來像這個樣子 所以整個前奏聽起來像這個樣子 然後主歌的部分我換了一個鋼琴 然後編了一個鼓組 然後再隨便唱一些歌詞上去 所以整個主歌聽起來像這個樣子 我還在挖我的鑽石突然現成了我的回憶集 那麼接下來是副歌 這個是最主要的部分 因為只有這個部分是會在抖音上面黃的 然後我們的好朋友莊丁萱在五分鐘之內寫了這段歌詞 你突然出現就像苦力怕帶給我驚喜 雖然早知道會受傷 我還是願意和你 直到最後 我們越來越迷失自己 最後只能成為彼此的回憶 Damn that's beautiful 然後再加一個簡單的鋼琴 聽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你突然出現就像苦力怕帶給我驚喜 雖然早知道會受傷 我還是願意和你 那麼接下來就是drop的部分了 這個部分是大家會拍最多抖音的地方 也是大家換裝的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很強的節奏感 因此我的想法就是 我們來做電音吧 然後我找到了這個音色 再加上一點點細節之後 我們就完成了這首抖音聲詞 所以那一題我們剛好在兩個小時裡面做得出來 然後接下來 是交給專家憑證的時候 蘇宜安過來過來過來 蘇宜安過來過來 這是我弟 他是一個十分重度的抖音使用者 你知道什麼名字? 蘇宜安 平一天用多少時間在抖音上面? 30分鐘 平一天花多少時間在抖音上面? 6個小時 然後會把這首歌播完 然後你要講你的想法 2個小時 很快 很快 5個小時 就像有所累的終結 使者被口供的弓箭鎖定 卻哈 依然在這世上活絕 擁有關的心思 壓軸折 用你最窮人的心思 還在唱著 竟用EPI看見了你 但無情的碎片刺穿了我的心 你突然出現就像苦力怕帶給我驚喜 雖然早知道會受傷我還是願你和你 直到最後 我們熱來熱迷失自己 最後只能成為彼此的回憶 好 所以我們已經獲得專家的認可了 但這首歌還稱不上是抖音神曲 因為這首歌還沒有在抖音上面紅起 所以這就接著到下一個部分了 我們要讓這首歌在抖音上面紅起 那麼要讓一首沒有人聽過的歌 在抖音上面紅起來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花錢讓這些抖音網紅 用你的音樂做一首抖音 所以我問了一下我的8加9朋友 現在抖音上面最紅的抖音偶像是誰 然後他給了我這三個人 呃 這個小語 他長得是蠻符合刻板的 然後喜得這個應該是小語的備用帳號 跟最後一個這個自稱89教科書的意義 所以我在IG上面私訊了這三個人 我說你好 我是廣告音樂行銷人人 想請問一下如果想要請你使用我們旗下的藝人錄製 一個15秒左右的TikTok影片 大概需要多少錢 可能是因為我的頭像看起來不像廣告音樂行銷人人 所以已經一個禮拜過去了 沒有任何一個人理我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使用第二個方法了 我們要自己拍抖音 然後我從來沒有用過抖音 所以我要自己來創建一個帳號 這就是我們的profile 我是一隻苦力怕 然後寫歌 歡迎使用我的音樂創作抖音 那麼接下來就是要拍一些抖音了 但是我不想用我自己的臉 所以我可能需要一些面具 終於來 我結果被詐騙了 他賣我80塊錢 然後我的計畫是拍六支抖音 然後一天上傳三支 所以兩天之後可以把這六支抖音上傳完 所以我們先來拍一些抖音 這是一個錯誤 我現在拍完也剪完這些抖音 然後在發布之前 我想要先給各位看一下我剪好的這些TikTok 這個基本上就是祈求別人去聽我的歌 像是我剛剛跟我前女友分手 所以你要聽我這首歌 雖然我不是很確定這個邏輯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小學生會相信這些東西 POV就是視角的意思 然後我相信你們都看過這種類型的抖音 所以以上這兩種是比較正常的TikTok 你知道我本來打算就是讓小學生喜歡這首歌嗎 那麼 小學生喜歡什麼 Mr.Beast Mr.Beast等於錢 就我們來做一個跟錢有關的TikTok吧 一旦五千個碎片刺穿了我的心 你突然出現就像苦力怕帶給我驚喜 然後這些就是我全部的TikTok了 蛤?什麼你說我還有偷藏一部 沒有啊 沒有 我沒有 沒有 我...我...我... 你突然出現就像苦力怕帶給我驚喜 雖然早知道會受傷我還是願你和你 直到最後我們越來越迷失自己 最後只能成為彼此的回憶 不過為什麼也很好奇我人生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現在甚至發佈這六個抖音 你看再看一下成效如何 現在已經12點了 我呢 現在 It's the moment of truth 這首我畫了整整兩個小時的歌 這首我專門為了抖音而寫的歌 這首別無差法只能在抖音上面爆紅的抖音神曲 這個我認為可以在TikTok這個環境中脫穎而出 讓我成為全世界小學生最喜歡的饒舌歌手的歌 在TikTok這個平台上面的表現如何呢? 所以我們最後獲得了51個粉絲和287個讚 然後這個數字蠻扯的 本來我以為可能只有幾十個人會聽到而已 所以我本來很開心 直到我發現為什麼這個數字會這麼高 是因為我苦力怕換裝的那支影片 但是這首歌還是稱不上是抖音神曲 因為還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拿這首歌去拍抖音 所以我想我差不多要放棄了 但就在這時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經對我基於信任的貴人 像是蘇伊安 還有我弟 還有羽生結神 你知道全台灣8加9最多的地方在哪裡嗎? 社會就這樣 我踏上了去三重的旅途 然後聽說很危險所以我帶了這個 我在內湖社會只花了一點時間做結論 然後做結論 然後做結論 這支影片花了快一個月製作 不要問為什麼 應該是我畫的大部分連在滑到音上連 但嘿我把這支影片做出來了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話 首先非常感謝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幫我按讚然後訂閱一下 這對我來說意義很大 在說這支影片的時候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像是怎麼剪輯這種類型的影片 然後雖然馬上就要開始了 但是我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盡量保持一個月有兩支影片 應該啦不保證 欸? 對 你看一下我到三重了 其實我覺得只要讓我們哥有超過十個三重的頻道 我們就可以自能他的抖音生學 最後有十個三重聽到這首歌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自能這首歌是抖音生學 所以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不喜歡的話 I don't give a fuck get the fuck out 就這樣發言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